這條影片當然要講一下 最新的流量密碼 台灣大選 台灣大選正式點票 一路點 最後不用看了 大家看新聞就知道了 賴清德和蕭美琴 民進黨贏了 贏了500萬票以上 大哥 現在說 已經點了40% 比起國民黨 侯友宜那邊 侯友宜我們經常看 她那些辦案的東西 她年輕的時候 其實也不明白為何找一個這樣的探警去選 探警當然是輸 但也有33% 另外 民眾黨 柯文哲 26% 於是 當然是民進黨贏了 這裏看到了什麼呢 其實很多東西看到的 其實我以前 都在北京跟那一批朋友去談過有關於 台灣的事 我自己個人認為 北京真是真是真是很想 所以 就籠絡 國民黨 大家 達成一定的共識 當然 怎樣回歸是另一回事 但是 北京是用了很多誠意 這個是真的 我看到的 甚至乎認識一些某些人 他講了很多過程給我聽 我覺得 北京釋放了很多善意 但是 這次是 繼上次大選之後 有一次的大挫折 因為上次也是打算贏的 怎麽止 有很多人說 因為香港的問題 林鄭幫忙 做出的 做工 搞得 民進黨贏了一劑 這次又再贏了一劑 這就是很傷了 很傷了 就會影響了北京對台灣的策略 會有很不同 因為 搞極都不行 但是這次有一個好處 雖然說 又輸一切 在北京的立場來說 國民黨又不行了 民眾黨又不可以 扭轉 但是你看看 原來 這個藍白俠 國民黨再加民眾黨 是可以的 原來有五十多的 還有五十九那麼多 五十九和四十 差很遠 那 是不是應該如果是藍白俠一早是合得到 真的能夠成功合得到就OK呀 真的就是因為 合不了 所以就 玩完了 好在還有這件事情 如果這次民眾黨更誇張 民眾黨更誇張 完全超越了 就 從北京的立場來看 就真的沒有希望 那就麻煩了 他主動了很多 現在這個情況會是怎樣的 就因為還有少許機會 又或者還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其中一條路就是 怎樣真是藍白俠 就是把這兩個黨 的力量合而為一 找一個真是有力量的人 去挑戰下一次 國族 連任的 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 實際上是北京接受不到的 因為是台獨人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 當中還有一個非常之 嚴重的問題 大家可能沒有去想 美國的角色是怎樣 有沒有想過呢 我告訴你 以我的理解 美國一定會 超級加大台灣的 軍備 你不用說 因為現在已經證明了 民進黨OK了 再訂了一大堆 軍火也好 把台灣盡量去裝備 成為一個 很有戰鬥力的 Location 你說美國想怎樣 那你把所有東西都弄在這裡 又真的想怎樣 想怎樣 我告訴你 美國想玩一樣東西 他不是想玩開戰 想玩什麼 想玩 軍 比 競賽 當年 就是這樣 把以前那個蘇聯拉丟 買了那麼多的軍火 再捱日本 又捱一點 一點點 去南韓 你想想 一直圍著你 又不停 走一些軍艦來 在台海穿梭 又在南海裏面 又幫一下菲律賓 一直圍著你 你是否要軍備 軍備競賽就是 美國人 要玩的 下一盤 禁閉了你 最先進的chips 等你的武器 落後再落後 跟著就要你 軍備競賽 又限制了你的商業 在美國那裏賺錢 在外國那裏賺錢 屈死你 恆生指數 叫美資不斷撤 跟著就跟你玩軍備競賽 軍備競賽就是什麼 就是花錢呀 花錢呀 花錢呀 你要記住 美國佬最厲害的一招 當民進黨 成功 再執拳 好了 大量軍備去到 你問一問 彼岸 聖貢 聖貢 我們的 祖國 要不需要強軍 要啊 強軍 即是說 要不停製作強的武器 但是 你的chips 不成功 晶片不成功 怎麼搞呀 要用各種方法來補足 喂 做多些潛艇呀 航空母艦呀 一直這樣做 就扔錢扔錢扔錢 把錢放在軍備上 那美國人就開心了 那美國人就開心了 那不是讓你整個國家 經濟越來越差 你把錢都放在這邊 這邊其實是沒什麼 如果不打就沒什麼意義的啦 搞搞搞搞搞大堆東西 是不是 你又要去維修啦 你猜的炮彈皮人 真的不是很簡單的 經常要演習啦 養了一大堆軍隊 你想想 美國是沒有開心呢 然後 又找一些航空母艦呀 遊翼啊搞你呀 然後坐 조裡就讓你這種抗拒一下 這裡輸是我的 你得趕快走出去啦 然後三天飛機又來啊 你又要升空啊 大哥 那不少錢 這就是 美國人 給了很多軍備 台灣 以及 大家 właści壹去台灣 因為 這樣子可以使台灣 有人才 未來又賺到錢 又有技術 於是對面的祖國就要大量 做很多軍備 給很多錢 接著 經濟越來越差 這就是美國人的 詭計啦 但是這個詭計不下陷阱又不行 所以未來 我覺得 軍備競賽是必然的 那軍備競賽 你自己看看 軍備競賽的 公司是哪幾間 美國也好 香港上市好像沒什麼 那你就自己看路了 好 這些 好股票 即是 這些股票應該會有些剃頭 起碼不會跌 對嗎 如果你說如果聽劉定堅說 我將家的房子都用得全 已套現了美金 買了這些股票 可能 不說了 不要聽人買什麼股票 你是專家 叫你可以留意一下 提醒一下 這是我認為很重要 那我又說一下 這個香港又怎樣 香港 大家有沒有發現了 小生也有說呢 經常也有說呢 我有些朋友去了台灣 經常拿不到這些簽證 又說明明是可以的 搞到台灣人都走光了 有沒有想為什麼 有沒有想為什麼 老實 反過來 你是台灣的掌權 現在 你香港人來 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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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每個人都在這裡 你現在是不是想打 是不是想開戰 你這麼玩東西啊 你已經 收容了那個蕭若元 我們也不出聲了 你還收容了一大堆 你現在是不是玩東西 玩東西 有危險 丟兩個炸彈來 大家都不要過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 都不明白 如果我是民進黨 我也是這樣啦 你這些香港人啊 哎呀 這些手續不行啊 搞啊搞啊搞啊 你就自己走啦 說給北京 說給北京 看一看啊 我們沒有去 容許香港人經常來 他們不是很舒服而已 他們是來得很少而已 幾千人啊 還叫他們走啊 這樣 其實是把壓力減低的 所以 香港 跟台灣的關係 在這一方面 就越來越差了 香港人說要 移民 現在都不想台灣啦 台灣說 這樣就算不錯 所以蕭先生經常說 哎呀 台灣人不知對我們多好 台灣人當然啦 哎呀 拿些錢去啊 英國也是啦 幾位好啊 你有錢 你去哪對你不好啊 難道你去台灣那裏拿什麼 福利基金啊 什麼東西 你傻啦 但是導演政府不想啊 老闆 又去演習啊 又去射飛彈啊 搞什麼 為了香港人 金元租 搞這些東西啊 我們有需要的 秘密密 三五個 十個 八個 二十個 就算啦 其餘的不要來啦 劉鼎堅的不要來啦 所以你要明白 民進黨 有兩手準備 一手準備 就拉美國過來 擋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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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盡量我們不用那麼多軍人啦 盡量用這些槍炮擋住你 新的武器 哎呀 你是不是很害怕呢 OK 我們自己做些飛彈 砌著砌著砌著 但是另一手就是 不要激怒他啊 他不喜歡這些香港人啦 香港人過來搞什麼東西 你讓他們辛苦一點 讓他們走啊 搞什麼銅鑼環書的那個小小 沒有問題啦 不要唱到那麼大啊 搞到他們不開心 那就無謂啊 對呀 他也不會攻你大 弄到東西你掉下兩個 比如說 菠蘿香蕉 入口啊 又說要有什麼 檢驗你的蟲又爛了大批 那就麻煩啦 農民又少一點收入 又吵過政府啦 對呀 你只是明白這些東西 明白嗎 所以 當民進黨 越是 掌權 越是緊密的時候 我告訴你 香港人 和台灣的關係 就會越來越疏離 不要那麼親密 台灣也不想 不要搞搞震 你們要走 你們自己歐美的 你明白嗎 你不要搞他 民進黨一定是 是的 沒有理由的嘛 這些人又不會復兵役的 只要有些錢 真的很有錢的那些你過來投資啦 但是 大部分的人 你不要過來 他寧願在東南亞其他地方 吸收一些不同的人 我們真的要人材 人材大把啦 是不是呀 人材大把啦 有磨刺有衝突 明白嗎 要理解這件事 當然 這個民進黨 堅實地掌握這個權力之後 美國就很開心 還有台灣的精品 什麼精品 精免贓 哎呀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會更大的力量去保護嘛 再開大一點的市場比例 啊開心 是不是呀 於是台灣 那些 硬件生意軟件生意就越來越好 這個我認為 非常之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民進黨掌權之後美國會加大力量幫助台灣賺那麼多的錢 令到人們的生活 咦呀 真是呀 老實 如果你已經有能力在台灣 生活的話 我相信 未來這四五年一定好過香港 我所說的提升 不是說 現在不能夠比遲 因為香港人工更高 但是 未來 除了 至少這四五年 一定 增長率 高過香港 一大絕 包括那個 的股市 美國人不會叫你 下去的 他一定撐住你 因為現在又不用撐 香港 不用撐住你資金 等你過來啦 讓你開心一下 是不是呀 所以 台灣的經濟 看好 是不是 好了 跟著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台灣的政治和經濟會向好 有一件事對中國 形成傷害 因為中國的經濟現在越來越差 已經陸陸續續有台商 台灣的人才 回到他們的 補島 這個情況在未來 將會加速 加大 中國 流失 這些海外人員 人才 特別精英 將會 越來越多 所以 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 因為有很多台商現在還在技術呀 資金呀 在很多方面 尤其是很多大學生的人才 還是在中國發揮 一定的作用 但是 中國的經濟 你看到 周圍的人都找不到工作 或者人工很低 是不是呀 不像以前 但是台灣 就不一樣 台灣的人工 一直 上升 於是 大家會 衡量的時候 現在你出不了高人工給我了 現在台灣的公司 可以有更好的福利 更好的前程 我為什麼不過去 你知道 中國政府 對他們來說不是叫晶片 是芯片 他們用很大的力度 希望在這一方面有突破 台灣的人才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 而這一方面 我相信 很大的打擊 未來大家要清楚看到 中國 香港 有關的科技行業 會受到一定的 衝擊 如果你有那方面的股票 你自己又要看路了 明白嗎 就是 一個長遠一點的 是不是 我覺得整體來說 對 香港人 來說 這次的大選 當然 不算是好的消息 因為如果 藍或是白贏了 中國會輸入很多很多的利益 給台灣人 令到 台灣人會覺得 回歸是非常之好的 現在就沒有了這件事 就會比較難 去完成這些輸送 而這些輸送很多時候 某程度上需要香港人 去支援 香港是可以做多很多生意 那你現在就麻煩了 現在你就麻煩了 因為為什麼 你又走過去台灣 搞這搞老 那究竟你是 是不是投這個 民進黨 又很難分 還有 他又檢查得更加嚴格了 所以 我相信 香港人在這段時間 就會失去了 一個更大的發展機會 跪縮回香港 沒有了 台灣發展的機會 而美國 這個 亡我之心不死的國家 他的圈 圈圍著中國 將會越收越窄 那就是告訴你 你 你手上的人民幣 相對來說 艱難了 因為 美國是很想在經濟上 令到 中國孤立 香港孤立 從而 達到他們的目的 這件事 不戰 屈人之兵 所以 美國一直都希望用到這個方法 這一次 不能夠 把 南白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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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一 贏 這個 民進黨 我覺得 對香港人 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所以 未來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當然 最重要 就是 真的要忘記 不要想著去台灣 不是很適合的 當然 這個不是所有人 對某些人來說 台灣那裏都有很多很多的 科技 都得出的 以後 我想會跟香港脫勾的情況 嚴重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解決了這件事之後 反而我會覺得 台海的戰爭機會會少 因為第一就是還有一個機會是南白俠 下次再鬥一次 第二個問題就是 先是在鬥軍備競賽 美國人一定會是給很大的軍備競賽 就變了 我們偉大的祖國就要在這一方面 就要投資很多 反而你說 搞搞震 沒有實際太大需要 因為 不已經影響不到那個大選 之前 都希望有些人心的改變 不要打仗啊 有什麼事打仗啊 大家都不要啦 有這個宣傳作用 現在沒有了 最後 原來大家都不怕 難道你放幾顆去試一下嗎 沒那麼勁的 未去到這樣的態度 而我覺得 民進黨 一贏了之後 他就會收斂了 收斂了 美國人做事 美國人推動 然後在後面 強軍 這個策略一定是 而整個台灣的人 主力去做生意 做美麗的經濟 越搶越多香港的生意 這個 我相信是會 未來 令香港 相當不舒服 而令中國 會花多很多錢 整體的分析 我不會很仔細去分 贏啊什麼什麼 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為什麼呢 都決定了 你說什麼勢委啊什麼什麼地區啊多少票啊贏啊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啊 你最要 哪個黨 執政 跟著 台灣 香港 我們的祖國 美國 整體這一邊 我的分析是這樣 希望你喜歡 希望你會點贊 劉定堅 多點說 事事政治 是不是希望 我可以說多點 記住告訴我 我說得好不好 給我一點鼓勵 謝謝你 拜拜